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禮拜的南部開講 我是魯總婚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要跟各位一起來談的就是說 今天是星期五 在禮拜一開學日 大家都非常關心的 就是雲林麥寮的許錯分校 橋頭國小許錯分校 他到底學生能不能回到學校去開學 因為他距離六清的工廠非常的接近 因為某一些的污染物 對學童的健康造成影響 所以透過中央的強力的下令 所以本來預定這個學期要簽校 要把他們簽到離六清廠區 遠一點的地方去上課 但是卻意料之外 也讓大家很不解 造成家長的反彈 最新的進度是說 許錯分校經過各方的協調 在下個禮拜一會暫時讓小孩 可以正式的來讀書了 先回到他的橋頭國小去讀書 到底這個學校的情形是他的狀況嗎 還是說在煙囪下的這個童年 只有許錯發生這個情形呢 全台灣還有哪一些地方是許錯 或者是整個台灣還有哪一個地方不是許錯 到底石化工業對於台灣空氣健康還有學童安全等等各方面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都會跟各位一起來討論 那接下來為您介紹今天我們現場的來賓 第一位來賓是高雄市小港區鳳新里的里長 洪富賢洪里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來賓是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理事長葉光鵬 葉理事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三位來賓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副執行長王敏玲 王副執行長 鍾芬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四位來賓是雲林縣家長協會的榮譽理事長張翰張理事長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節目一開始先來看一段NBCR 先了解一下許錯分校大概的狀況 開學第一天坐著交通接駁車來到許錯分校 學生們一一到自己班上帳篷報到 社工與老師開始點名 除了一名先生轉學 一名學生請假外 60名許錯分校的學生還是堅持回到分校就讀 有樂樂吧 有 可以打籃球 想不想到別的學校去 不想 都回來都住這邊 你這樣子搬來搬去不是辦法 對啊 那就要前存了 回來是生活都在這裡 因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現許錯分校血統的尿液中 以及致癌物 氯吸代謝物 硫帶二乙酸平均濃度偏高 而且濃度偏高的學童有高比率出現肝指數異常的現象 加上台大教授詹長群的研究也發現 暴露在污染環境會影響健康 所以行政院在開學前一個禮拜緊急決定將這些學童 從安置到淪貝的豐榮國小 但家長非常不滿意政府這樣倉促的決定 甚至北上行政院大動作的抗議 要求行政院收回臣命 在沒有完全擬清污染來源 希望說我們許錯分校的學生能夠繼續留在 現在許錯分校繼續就讀 一個行政院 一個院長 僅憑一個單方的一個教授所做的報告 就做出簽校的決定 未免套太草率了 許錯分校過去三年已經簽了三次 2013年從舊校舍搬到現在的新校區 一年後因為學生體內的六代二以三過高 縣府要求簽到橋頭國小的校本部 但因為學生反映學習環境不良 去年又簽回許錯分校 現在又要他們簽到九公里外的豐榮國小 家長實在無法接受 強到簽校不能解決問題 因為孩童回到家裡也是生活在六親旁邊 認為這三年來中央跟地方政府 都沒有提出徹底解決的辦法 你現在跟我們簽 年齡一定會有排斥的 因為我們進行的教授 年齡一定會有排斥的 整個賣療鄉的未來 不是單單一個安置的一個許錯分校 六十幾位學童就可以解決整個賣療鄉 整個的所有產業問題 人民健康的問題 政府要求預防線的安置 但家長反對簽校兩邊相識不下 也曝露了生活在工業污染區域民眾的困境 以及政府長期忽視健康追蹤和預防措施 家長們還是希望讓孩子留在原校就讀 避免心理受創 並要求中央儘速召開專業會議 用科學理性真相 安定秉昕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剛剛家長說 哇 這樣穿來穿去 孩子沒辦法打措施 那這個學校它確實已經簽了很多次 我們看一下這個CG第一章 它從2013年呢 它是從分校的舊址 搬到離VCRM廠 就是現在有爭議的這個新校址 0.9公里的這個新校社 這是2013年 然後2014年 隔年呢 相關的研究報告就出來了 大家發現學童體內的TTGA過高 TTGA就是VCM這個產品 綠乙烯 它的產品的一個代謝物 那學者發現 哇 這邊小朋友的體內 尿液檢查出來TTGA過高 他們覺得這個位置是危險的 所以建議他們要搬遠一點 所以當時是搬到距離4.6公里 距離工廠4.6公里以外的這個橋頭國小 就是回到它的本校去上課 那隔年呢 哇 學生反映說 我回到本校了 可是本校校舍非常的狹窄 有的一間公司就把他用房子這樣 頂著兩間 大家擠在一起上課 那原來本校的學生又覺得 你來跟我搶空間 影響我的這個活動的空間等等的 學生有受到排斥 家長反映了這個事情 所以2015年又搬回到這個 有爭議的這個分校 那2016年就是今年 行政院要求 就在開學的前一個禮拜 行政院要求要搬到9.1公里外的 豐榮國小要來做預防性的安置 這扁又搬起來又越遠 所以家長才會 哇 長年累積下來的這個不安 或者是某一些憤怒不方便等等各方面的 就一次爆發出來 就決定不要讓小朋友配合這個政策 去豐榮國小上課 他們決定要在許錯分校來搭帳篷 那學校其實也有做了一些應變啦 像昨天禮拜四 他們就趕快調整課程 讓學生去做戶外教學 就是希望盡可能的在 確保學生的這個就學的權益 不要讓大家都已經上課上一整個禮拜 結果許錯分校這六十幾個小朋友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見到老師 不要說最好 他們看著老師都沒辦法 因為縣政府希望老師不要到許錯分校 這個學校的校門不能開這樣子 那經過了一些協調之後 當時的家長抗議也提出了一些訴求 就是說環境問題要去監督 遷效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那希望呢 再做這個師生的尿液檢驗 要做更多的監測來論證 是不是真的有污染污染源是誰 因為找不到 就目前看起來好像也還沒有很確定的污染源 然後他們也質疑國衛院的研究計畫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希望尊重地方 傾聽地方的聲音 他們覺得這一次的遷效是黑箱遷效 因為開學前一週才叫他們要遷效 這過程並沒有跟地方討論 沒有跟家長討論 一個話說要撐就撐 那後面就有一個四項訴求 他們還是希望在分校上課 然後去查污染源 舉辦公聽會傾聽民意 但是他們堅持不安置到豐榮國小 那當然這中間也有一些折衝 最新的進度就是說 現在呢 縣政府要請成大來幫小朋友 再做尿液的檢驗 連續四個月 一個月做一次這樣子 所以今天他們已經先回到橋頭分校 許錯分校去做第一次的尿液檢驗 那下週一會到橋頭國小來上課 好我想要先請張理事長 就是說我們現在 學校的總控大家是怎樣了解 上軌道了嗎 大家都很關心孩子的受教權 其實今天怎麼有什麼上軌道 孩子還在外面猛猛猛猛猛 不知道他們在當時可以好好 趕到老師 好好想說 只是這個確定當中 學校很認真 以前早就都把這個確定都排好了 老師也很困難 早就都備課 準備要開好 好啊來 教我們的孩子 教授 但是 想不到說 怎麼去住這個情形 就是說 學校有開門啦 但是到時候問是關的啦 老師都沒有來學校 變成說 孩子沒有 沒有所在好去學習 一直到現在 今天拜五來 我知道是說 他已經 先回到本校 分校 許多分校 乘大醫院來驗尿嘛 再來就是 拜的時候 要回到橋頭 要上課 就這樣啦 但是 家庭也在說 這到底 到底是要 要這樣 問問表表到什麼時候 很沒有安定感 他也是希望說 透過這個 這次 大家有一個 稍微折衝 互相妥協之後 各退一步 好好來 替我們的孩子 來想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 對我們的孩子 是通大幫助 除了是健康權 受教權 學習權 都能夠堅固 都能夠堅固 我們站在家庭的立場 是希望說 大人 不要把孩子拿來做 育成品 這個大人不是 家庭的意思而已 這個 政治人物也好 這個官員也好 我們這裡都算大人 希望說 真的可以好好 拿孩子太多 有些決策 不對的時候 可以改變 不是說什麼命令發了之後 就不能夠收回 沒有這件事 遷孝 可是教育 教育單位有強調 說不是遷孝 是 暫時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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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 衛冥 狀況衛冥之前 這是一個暫時的 緊急的 算是有點預防性的措施 這樣子 不過這 跟長官要接受 這是另外一個事情 因為開始 這本 整個決策下來 大家也都在討論 這個公共政策的 溝通 是有一點問題的 他們現在就是說 要追查污染 然後要積查六清 然後 這個 所有的監測的機器 很多 像富力業 紅外線的那些 很貴的 這些空氣品質的監測儀器 也進到學校 甚至進一步 不是學校的外圍 也進到教室裡面 他也去設了一個 這個室內的監測點 等等的 我想要請教葉醫師 你覺得一直監測 一直監測 這樣這個監測 本身有沒有一點點陷阱 透過監測 大家都要看科學證據 他真的可以解決 這一次大家的爭議 平息家長心中的疑慮嗎 可以有一個改冠嗎 我想這段期間已經 過年了 至於簽約的 跟這段期間 三年前我就知道 他要簽約的事情 所以 這件事 我想 剛才裡面 我們影片裡面有說 好像 跟他說是一個告示的事情 我是覺得 這是 我留下的感覺 好像 如果 剛才我沒看到 這應該 這個研究 不是只有詹長全教授 個人的研究 他是和高醫的共同研究 好像也已經有發現 孩子的肝功能 也已經有問題了 所以 這不是說 還在那製作預防性的 是孩子的身體已經有發現 好像已經有問題了 這也不是說 這個 只有詹教授 是經過醫生的臨床去檢查 已經發現有問題了 所以 有點覺得可惜 所以這個問題 今天 這樣處理 有點是比較 怕勝了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你一直覺得說 又回到要檢測 這件事情 定一個又回到原點就對了 因為 類似這次 我們行政院 法定 要簽效那件事 那次 出席 出席 立法院的記者會 不是只有立法委員 也不是只有詹教授 兩個人而已 是很多學者 專家 包括台大醫院的履歷教授 包括張基的醫情的兒童部的部長 前見的醫師 也跟台大蔡府昌醫師教授 跟全院會醫師公會都站出來 這是經過有很多醫生 已經認為這種已經影響到健康了 所以不是只有研究而已 我想 剛才我在裡面 我引用履歷醫師 履歷醫師是台大兒童醫院的小兒科醫師 他裡面說 VCM 他不是只影響小兒 他跟胎兒有可能的影響肌性 普通我們胎兒是 會讓老母胎盤的保護 他有一個 vary of障礙的保護 結果跟胎兒 他裡面說 可能影響胎兒 有可能影響小兒的肌性 跟胎兒的影響 我想小兒在外面走 我想他的影響 可能更深遠 所以裡面說 不是只有研究而已 我們剛才說 小兒已經研究 有受到傷害 所以不是只有研究 這裡面 履歷醫師特別提到 肺癌 腦癌 也都有報告 所以 他有可能 做成人體DNA的改變 所以可能 一般人 可能埋下腫瘤 誘發的因子 所以 今天我們只要跟你說 他好像只有VCM 就這麼多問題 小兒子 肯定已經有問題 但是6000的問題 他不是只有VCM跟PVC 藏兩個而已 不是 6000是397支圓棠 他裡面不是只有石化廠 他裡面還有燃煤電廠 燃煤電廠 人家說毒氣 產生毒氣 所以他不是只有石化產生 剛才VCM 那個而已 他其他還有產生PVC 以外的石化 VOC 那很多都是PM2.0的群手 還有燃煤電廠 燃煤電廠產生很多重金屬 那也是很重大的燃煤電廠 賣煤電廠還不是只有6000 他還有賣煤電廠 那有很多車走來走去 整個很大 生產量很大的工業區 我們先回來看一下這個圖 就是說 那很多人一直說 千效千效 其實它是有一個空間上的 相對問題的 就是 目前孩子在讀書 家長希望小孩回去讀的 這個許錯分校 他距離台塑的VCM廠 這是CG第一章 距離台塑的VCM廠 只有不到一公里 就900公尺 那分校 原來分校的舊址遠一點 可是大家會想說 那當時你要 舊的太舊了 為什麼你新的校舍 不要建在這個舊址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舊址的面積只有90坪 我們在當時 讀書的小孩大人 可能沒辦法想像 一個學校它只有90坪大 它沒有操場 然後只有一棟校舍 所以 當時就是覺得這個舊址太小了 所以才另外尋了一個新址 就是在距離這個VCM廠 那麼近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可是這個地方 它的爭議是什麼 它是在緩衝袋 就是工廠跟聚落中間的緩衝袋 一關本是一個防風鈴 為什麼叫做緩衝袋 這個緩衝袋 這個地方要怎麼營運 應該這麼說 剛才開始有什麼 它會去把這個 分校的位置 去刷來這個地方 就是說 當初是館親戶 解編這個防風鈴 台塑 跟土地取得有關 對對對 因為照理說那個地方 是沒有解編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保護 後面後端部落的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綠袋 你把它解編 又蓋了 你看像那個醫院 學校 其實這都不適合 放在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解編 事實上我們不太清楚 我們不去預想 它是預想它是什麼情況 就是說坐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時候 是我們的蘇錢縣長 蘇智芬 蘇智芬縣長 他在9月1號 他的臉書 就昨天他也承認 他說建校制在他的任內 是應該被批評的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 真的當初蓋的 位置真的是不好 不對 就像您剛剛說的 舊校都離那個工廠那麼遠了 你反而把新的校子 放到他們前面來 離學校更 離工廠更近 就是 而且他又是一個緩衝帶 為什麼他會建立一個 長庚醫院在那個地方 您知道嗎 那其實就是要 就是要說服 有點說服我們 因為你們說 我們就輕來這個地方 帶手來這個地方 我們有 我們有 大家要去便宜 我們有去一個 收便宜 門診量多不多 門診量不多 對啊 好 我剛才要請教那個洪理長 洪理長是按大拿捕 我們高雄 小港區的 大陵埔這個地區 大陵埔也是 三邊被工業區包圍 想要請教 你看許錯分校 這個事件 你的感想怎麼樣 你應該感受戒親嗎 當然感受戒親 許錯國小 他這個 加大陵埔 許錯國小只有一間他在那邊 但是這個沿海地區 包括大拿捕 跟鳳屁頭 他六個里裡面 都說有三間 一間就是國中 一間就是國小 萬間國小 但是他的里面 如果是用空中計來量的話 是幾百公尺而已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大拿捕 聚落又更密集 對更密集 他是一個 舊的部落 舊部落 是他的人口密集 就很密集 尤其鳳鳴國小 他到那個工業區 才50公尺 以空中計來算是50公尺 50公尺 那個鳳鳴國中的話 鳳鳴國中 還有900公尺 你50公尺 50公尺 那鳳鳴國中 他好像最近都撤掉了 那鳳鳴國中 是差不多 那一輛的話 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300公尺 300公尺 500公尺 他還有900公尺 那鳳鳴國中也差不多 那尤其 我們這個 你看這個分不不途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像家長 他們口處的家長 就一直覺得 哇 那個學生 如果簽很遠 就學接送不方便 對啊 這當然是作為一個家長 也是有很多的這個糾葛 對 像這種情況 因為接送也是比較不方便 那我們大立埔那邊是 本來就舊部落 尤其這段 你要看說 因為工業區就離學鄉那麼近 除了差不多大約是在這邊 都在鳳鳴國中在這裡 這個地方 現在才是說 因為林萊工業區 是一個全國的一個特殊工業區 特殊工業區裡面會包括 有一些煉鋼業 石化業 醫療廢機物處理業 還有包括有那個混化爐 這麼多間 他不是說像我六堆跟他說 他有一些是部分而已 因為最近大立埔目前 他面臨的是一個特殊工業區裡面 包括那麼多的一些高溫度的產業 在那 因為長達四十年 但是我覺得這個政府很奇怪 在這個東西發生在這裡 許處國小現在那麼熱 他們還好有去檢查 那大臨譜 所以這也是一個鼻子的事情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出事 大家都不會覺得你遭遇的問題 我首先要請教那個敏玲 就是說這本 現在暫時看起來的解決方案 就是說 我就是監測監測監測 那小朋友的健康的調查 這個部分呢 就是繼續在做尿液檢查 那如果沒有問題 哇那就表示許錯分校沒問題囉 之前那些學者的這個研究 都在國際期刊刊登的研究 就不作數了 反正這個學校就是沒問題 小子沒問題啊 我小孩子就要登上課了 你覺得對於這個結論這樣子 你的看法 老實說 8月16號那個 詹教授在跟林院長提出這件事情 之後到現在我們算18天 這18天來 我們看到這個三輸的局面 尤其是現在這個 看到這個劇情 完全沒有人占到便宜 誰輸政府輸了 為什麼政府輸 今天我們做這個暫時性的安置 是為什麼要做 是因為看到有這個國衛院的報告 國家級的報告 詹教授的報告 然後包括這個報告 然後包括這個報告 他不是剛剛講 不是他一個人做的 是一個團隊做的 而且是經過一個 國際的一個期刊發表的 這樣子的一份報告 所以林權院長這邊 行政院我們的政府 決定要做這個安置措施 決定要進場 趕快去稽查等等 所有的措施是因為這個根本而來的 可是今天做的這個結論是什麼 是讓政府的所有的威信就沒了 所以政府輸了 再來學童輸 這些小孩 不管是60個小孩子 60幾個小孩 假設現在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們回到這個 現在暫時回到這個橋頭的本校 去了以後 他的尿中的這個TGDA的這個濃度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比較好 就驗了幾次之後 決定可能回到許錯分校也不會太糟 就回去 那等於是把我們小孩子 繼續放在這個 所謂的實驗鱗 實驗鳥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隔離綠袋 而且這個隔離綠袋夠不夠大 我們都很懷疑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也是把小孩子繼續當一個 一個人體的實驗品 所以真的是令人很難過 我說第三個書 三書就是整個社會書 坦白說這18天來 社會因為這件事情 有很多的論戰 很多的焦慮不安 可是這個結果 讓我們感覺到是 所有的人民 對我們的環境品質 更加不安 而且對我們的 政府的威信 是完全破產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不樂見的一個結果 對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就是從許錯分校 跟大家一起來談起 剛剛明明說三書 我們今天想說 透過一個更好的一個公眾討論 希望社會不要輸 我們怎麼樣在這個事件裡面 學到更多的東西 能夠有更好的新的觀點 更大的格局 來看石化產業 來看污染對生活的影響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再回到現場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的現場 我們今天在現場 跟您一起討論的是 先從許錯分校的這個 賣了 雲林賣了許錯分校它的 要不要回到學校上課 要不要做臨時安置 污染對於學童健康的影響 這個議題開始來談起 那我們剛剛在第一段的節目當中 就有大概了解到就是說 這個學校它遭遇到的問題 還有它面對的那個空間 是不是對學生有一些影響 我們先來看這個CG 第三章的CG 這是之前 也就是剛剛我們聊到的那個 健康調查的研究結果 就是從空間上來看 六輕的VCM廠 它跟許錯分校只有900公尺 0.9公里 那遠一點的 豐安國小2.7公里 然後它的本校是5.5公里 然後行政院希望小朋友 牽遠一點 就是牽到已經隔壁鄉了 牽到輪背鄉的豐榮國小 這邊離六輕這個VCM廠是9.1公里 那這個數字呢 是在兩期 第一期研究跟第二期研究裡面 我們測到的 在學童的尿液裡面 硫帶二乙酸TDGA的濃度 它的數值 那許錯分校這邊是193.6 193.1 那豐安國小是101.5 101.6 顯然它真的比較高 高了多了快一倍 那這橋樓國小是121.31 120.6 遠一點的賣療國小 113.52 117.5 其實這些數字都超過背景值 對 那只是說這個學童分校它那麼近 然後它學童裡面的尿液裡面 代謝就是出來的這個 流帶二乙酸TDGA的濃度 是這麼的高 所以才會造成這一次在簽校 這個議題上 好多學者都覺得非常的緊迫 需要立即的來幫這些學生 簽到一個適合的地方 但是沒想到後面居然造成這麼多的一些爭議 我們接下來先來看一個VCR 來看看這個簽校的爭議 它中間有隱藏的哪一些問題 開學第二天 雲林許臭分校的學生仍然沒有上課 只有學校的老師帶活動 面對家長堅持不願意簽校 更搭遊覽車北上抗議 學者與環保團體也召開記者會 強調應該基於預警原則 讓學生簽校降低孩子在污染空氣中的曝露量 那你把小孩子每天送到 你這個VCR廠900公尺的地方 在一個高濃度的曝露地區 跟你在家中 離兩公多里的曝露區是完全不一樣的 來自雲林的民間團體指出 許臭分校學生的健康問題 只是六親污染的變身一腳 而且政府一面讓六親擴唱 一面又要求學校簽校 到底政府面對六親污染的立場是什麼 讓人搞不清楚 當地不少民眾不只反對六親擴唱 更認為要遷走的不是學校 而是六親 範圍10公里內有多少居民 他們天天在吸壓 怎麼只能遷學校 遷孩子 該移除的是最重大的污染源 在地的一屆團體也表示 六親造成的污染卻讓學童被迫遷校 造成家長困擾不合邏輯 因此也呼籲六親轉型 甚至暫停營運 對他來講其實不中平的 為什麼是他們欠校 所以最真本的問題 還是要把源頭的問題解決掉 是不是我們要 應該趕快做產業升級 把這些有害的物質 盡量少在台灣生產 或者是減量生產 波台素堅稱雲林縣環保局 近年對許措分校的環境監測數據 都低於國家標準 國衛院的研究報告數據 前後不移互相矛盾 而且國際期刊論文 也無法認定 學童尿液中的 六代二乳酸是來自 綠西 國衛院在立法院的公開資料 也顯示 許措分校學童的肝功能 並沒有顯著的異常 認為學童體內 高濃度的六代二乳酸 並沒有直接證據 現實來自於六親 全球沒有用這個測 GTGA來 總量裡面測 來代表這個有沒有吸進器 VCM 因為這個就是國衛院唯一的 預計 它叫DDGA 比六親越近 它越高 所以六親有排放VCM 這個就是一分的事實 有檢測數據的事實 然後可能再經過九分 九十九分的推論 台宿建議環保署 在當地成立綠西監測專業小組 以科學且更审慎的態度 來履行正向 但環保團體呼籲六親 應該基於矩陣反轉的原則 提出排放無害學生健康 才能取信於大眾 另外也要求環保署 檢討線型的排放標準 李勤會不會人有長期的累積 傷害人體的風險 證據 你講的證據 我想應該是超過一半了 如果已經 這麼強的證據裡面 理論上 我們如果看環保署過去 在2009年 它就裡面有說 類似這種問題 理論上應該是 剛才說要用舉證反轉 就是說六親要證明 跟他無關 不是說我們要去 其他人要去證明跟他無關 不是受害者說我要去找 誰來污染我 而是受到高度質疑的 這個廠商 這個工業區 他必須舉證說 你沒有影響到我的健康 舉證反轉的意思是這樣 這環保署自己網頁裡面說的 因為這裡面 要證明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要證明原廠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他裡面一直強調 他裡面反而是要造勢責任密切相關 必須證明跟他無關 這是環保署2009年 所以他舉很多例子 過去法院也有判決 也有公害 會調處 他舉有四個例子 包括華龍 包括我們的大寮 草寮 草寮那邊也有 也有舉證 有高等法院 已經有判例就對了 有很多判例 他認為這種反倒是 加害人必須自己舉證 不是說受害人要提出舉證 所以這裡面就說 這如果這樣的時候 這就有為正義原則 這環保署自己 2009年說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們新的政府 我想都轉型正義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如果我們看過去 蘇縣長他在過去 他在2012年的時候 他也希望說 縣政府要求中央要正式處理 要正列舉證反轉 責任反轉 所以這很清楚就是說 那時候的衛生局 環保局長 葉德輝說得很清楚 他說你在地方調處的時候 差不多其他民間地方都會 但是你如果剛才六千 曹龍輸 誰做 我不知道 這是葉德輝自己說的 那時候環保局長說的 每一間被環保署駁回 所以我們的環保署 過去環保署剛才六千都會轉彎 你今天說 六千都合法就對了 沒有違反任何空污的管制 所以通常是勝利的一方 都是鄉親 就是他們的婚林在地的鄉親 但是你如果看 如果剛才六千 在過去的政府的時候 他都會駁回 所以 說不成立這樣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如果看過去的政府 其實 蘇冠長跟那時候的環保局長 很認真就是說 要趕快用 剛才說的舉證反轉 是六千要正面 所以我們今天看 我不知道 婚林館還有VCM藏嗎 吉他還有VCM藏嗎 我不知道 理論上照看 應該是很有關係 所以你如果看剛才 我們說的這張 這很清楚 這都超過的背景值 這2千這是五公里裡面 賣料國小在五公里 這裡面都超過 所以第一個 我們當然合理懷疑 是六千有直接關係 但是現在是要 六千來證明 跟它是無關的 理論上是這樣 所以 我感覺這張裡面 我們看得很清楚 這紅的 這是李駿章教授 最近他投書的 他說反衝帶是五公里 所以我們的徐措國小是一公里 我們如果看五公里 那些素育 和賣料國小 這也都已經偏高了 這裡面全部 五公里裡面 都已經偏高 而且這裡面不是只有學校 還有聚落 還有一般民眾 一般的民眾 對 對 我接下來想要請教 那個張理事長 就是說你們在地的看法 舉證責任反轉 誰來要求這個廠商 舉證責任 要加注在廠商身上 政府的角色在哪裡 當然是政府 對不對 不然我們要政府 政府就是要保護我們人民 那不是這樣 但是你看看 為什麼這次請我們這個許錯分校 要簽 要暫時安置的時候 為什麼要把你們 歡迎這麼激烈 就是我三年來 你都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你三年你說有做報告 所以他也都出了 你說有危險 但是 都沒有看到我們的 政府的地方政府 有聯合作為 因為2014年 報告就出來了 是啊 對啊 當時媒體也報導了一陣 是啊 結果 這兩天 不一樣 全面出動 環保局也來 說要怎麼 八月三十一號 開始進駐 要到十月七號 但是他們現在做這個動作 你知道嗎 鄉親都沒有什麼信念 你們這些動作做出來 你們這些所謂出來 不知道真的假 不知道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真的現在賣掉鄉親 尤其是許錯價鄉親 真的是很可能 他們都不知道要相信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家長是 本來就是很單純 他們的專業還不是在二項 他們的專業還不是在環境這方面 你跟他說 國家有 有一份報告 代書他也說他有一份報告 環保團隊的可能也說有一份報告 那相信誰的 要相信什麼 現在他們真的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可能 就是在這裡 不知道怎麼可以幫他們 就是跟我們地方政府 跟我們地方政府而已 所以我們就是拜託 我們的政府要比較有作為 不要再繼續這樣 不然真的 我們鄉親不知道要怎麼 對我們這次從 許錯分校這個事情 雲林縣或者是說六青 他的對於環境的一些影響 雲林縣政府的作為 中央政府對於這個環境污染管制的作為 被看到 但是我們現在鏡頭要稍微轉一下 我們要來關心一下高雄 就是我剛才在節目一開始問的 這是許錯分校的事情 可是全台還有別的許錯嗎 或者是我們的工業區那麼多 全台誰不是許錯 我們先看這個資料 就是高雄小港跟雲林 輪背空氣污染的這個比較 這個是因為監測站的關係 輪背其實不是離六青最近的 六青當地是那個賣療 好 他的空氣污染物本 小港有0.83 輪背是0.36 乙本 小港是0.47 輪背是0.13 本乙溪 小港是0.28 輪背是0.07 二氧化硫是7.33 然後輪背是3.13 我們高雄都贏了人 要怎麼樣 宏理長 宇居城市 宇居城市 應該是宇到外面的宇 不是宇蘭的宇 因為其實大林埔 那周邊的工業區 也出過事情嘛 要複雜過嘛 然後有不同的狀況 在那個當下大家都抗議 可是好像媒體熱潮過了之後 政府就也沒有作為 反正例行的檢查都沒事 對嗎 我是覺得複雜 好像我們廟會在放鞭炮一樣 放過去就沒有了 我覺得那些人 那些居民 已經好像是對那種麻木了 真的去那個 麻糬了 太接觸了 太接觸了 看得不覺得什麼 那每次 看到那個偵測站出來的顯示 本啊 本以西啊 那些東西 都比六近那邊比較高 不過 我覺得 在這個 高雄的地方政府 好像對那邊好像沒有什麼動作 人家賣療那邊還在做六星病學調查 還有在檢驗 我覺得四十年以來 不管是民進黨政府在接種 還是國民黨政府在接種 那大立埔那邊的基民 好像是一個氣因 就像那個孤島一樣 一個孤島 沒有人愛的孩子在那裡 你小區有監測站嗎 空品監測站嗎 社區 好像只有一個環保局 環保局的 那個小港 那個光化車站是屬於 那個環保署 他在那偵測的時候 到底那數字怎麼樣 我們就上去看 他如果我們地方那裡 那個老肉殘兵 那裡有多少說 有這種東西 民間的人 民間的人 民間的人是多少 聊得到這種東西 根本就說不懂 他做調查也不可能 不可能去公佈嘛 就是大立埔那裡 到鳳梅頭那裡 那裡最多的科 是什麼 什麼時候的中 是大立埔到鳳梅頭 選舉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就懂得大林普在哪邊 很無聊 一票一選前 選到隨便選 我還說是四人 這是我的心聲 既然說 我是大部 大部是我後頭 大部是 我的第二國雄 結果選舉 大家不知道大部在哪 很可能 我不要 那三間下校 那些小孩在那裡 選擇 竟然沒有做一個 什麼調查 完全都沒有 我們先來看 CG5 大林普的周邊環境 現在不是選舉 不過我們也要來 選擇一個大部在哪裡 大林普在小港區 很南端的地方 又隔壁過 就喝風了 以前是高雄縣 在縣市合併之前 是高雄非常南端的 一個行政區 聚落在這邊 綠綠的這邊 然後周邊有什麼呢 台電大林發電廠 中油 台船 中鋼 然後也是中油煉油廠 那外圍 現在就是南興計畫區 填海造陸的 包括周際貨櫃中心 就陸續在興建 然後遊艇專區 在規劃中 未來 大家現在在說的 石化專區 可能也會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大林普的環境 我再跳出來一下 請教一下敏玲 就其實地球公平基金會 在地方的這個 空氣污染的 這個議題上 其實是琢磨非常多 也耕耘很多年 高雄的這個空品狀況 大概怎麼樣 我講一句很簡單的 我們台灣有把這個空品區 各縣市都有分 一級區二級區三級區 那麼全台灣各個縣市的資料 我們從有劃分空氣污染防治區的歷史來看 兩個地方是從來沒有進級到二級區 二級區是及格區 那就是高雄跟屏東 也就是過去在懸浮為例 跟臭氧這兩項污染物上 高雄跟屏東 一直都處在三級房子區 而且從來不曾進級過二級區 這是一個非常悲哀的事情 當然現在我們開始加入了PM2.5 作為這個分級以後 那當然全台灣已經沒有幾個是二級區 這個大家都知道 非常諷刺 那剛才中芬提到的這個高雄跟雲林 這邊的一個數據的比較 其實我們是在7月25號 因為南興計畫的自由貿易港區的事情 我們當時把這個訊息跟記者說 其實我們高雄的這個空氣中二氧化流的濃度 是全台灣最高的 然後全台灣的濃度最高在高雄 可是高雄的空氣中二氧化流濃度最高在哪裡 叫小港 但是不好意思 小港空氣中二氧化流濃度最高在哪裡 在大林埔 所以嚴重中的嚴重 那我常常講人家說高雄是不是二等公民 我說不是 我們不是二等公民 我們是三等公民 為什麼 我們被污染 我們承受了這麼多的石化鋼鐵的污染 我們當然是二等公民 問題就是什麼 我們承受了這麼多污染 還沒有一份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學童中的尿液血液的狀況的流行病選報告 讓我們來做個參考 這真的是三等公民 這沒有 以前都沒有做過 過去就算有做 其實沒有那麼大規模 這麼嚴謹的這樣子的一個紀錄 這一次許錯的分校的一個爭議 大家還有一份報告 大家來討論 來上節目 來什麼 我們的報告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小朋友 這麼多的人 就像剛才宏理長講 這麼多的小朋友 他們每一天活在工業區或工廠的旁邊 但是他不知道他血中的濃度怎麼樣 他的尿中濃度怎麼樣 他肝臟是不是已經有 總大的跡象等等 所以高雄人當三等公民夠久了 沒有人把同樣的資源放在高雄 對待高雄人 這是非常的不公平 而且需要趕快的改善 對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我相信宏理長你應該也很感慨 就是反而居然在這個時間點 高雄人或者是大領埔的人 居然會羨慕賣療人 就是說那個地方已經因為有這個事情 大家趕快要去做空品檢測 台塑也進去 然後地方的環保局 中央的環保署 所有的專家儀器都進到那邊 然後又開始委託醫學專家 來做各式各樣的健康的檢驗 可是大領埔都沒有 我已經在討厭的時候要求過 覺得做過 我每次抗爭我都要求這個東西 要做那個 健康風險評估和流行評審調查 那我剛才很陰險 那是後面 那是後面 後面已經官場了 現在還陰險這個許錯國小那邊 賣療 因為那時候對這個 後面那是一個中央而已 那賣療那是一個六親 大老婆那大塊一大堆 你看 這又是一個現實的困境 因為工業區太多 工業區太多 大家都退卸責任 就反而大家退卸責任 那不是我污染 那不是我污染炎 那我們的地方政府 是不是該跳出來 從頭到尾到現在 沒有一份報告 剛才剛才講的 沒有一份報告出來 也沒有做過什麼流行變 到底有做不做 我也都不知道 我如果有險是 事錯國小那裡 還是什麼 有險是那麼記憶 有人跳出來講話嗎 你成為一個地方的民意代表 是要為民喉舌嘛 電影的政府是不是要 要這個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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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電影 你是要照顧我們的八時 結果我們像不像其音 說起來真的是很相信 就是說其實工業污染 並不是只有我們在電視上 看到的這些事件而已 就其實有非常多的工業區 它每天都在運作 那日常例行的這個污染 雖然管制 到底有沒有確實的在做 那煙囪下的童年 煙囪下有多少人的童年 都是在煙囪下 都在那個 我還記得洪理長 怎麼說一句話 那個不是雲 那沒出來 天上藍天的那是煙 那這其實是一個 需要非常長期 然後需要很很尊重的 來了解的這個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現場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剛剛有聊到就是說 其實高雄 甚至其他我們不曉得的縣市 它的污染的狀況 或許不下於許錯 那我們接下來先看一段VCR 我們先來了解高雄污染的狀況 蓋下黑色手印 宣誓拒絕環境污染 高雄大林埔跟鳳壁頭的居民 走上街頭抗議中油 要在學校附近 新建石化公司 居民表示 好不容易趕走台藥設廠 如今中油卻企圖皆是還魂 在原址新建葉陽石化 葉陽石化開發案是 五公頃以內 它要規避還品 那五公頃以內不用還品的話 它如果偷偷的蓋了 花錢對它是不痛不癢的 鳳鳴國小 鳳鳴國小 鳳鳴國中 都距離藍芯計畫都不到 可能只有一個80米的藍芯路而已 所以這是非常不對的開發 我是堅決的反對 當地居民說 鍾油和日沙合資 市立葉陽石化 將在高雄領海工業區設廠 而這塊預定地 距離鳳鳴國小只有100公尺 原料和產品 都是致癌性有機揮發物 嚴重威脅 學童和居民的健康 高雄大領埔和鳳鳴頭地區的居民 40多年來天天跟煙囪還有油潮為伍 空氣出現異味也都很習慣 就連藍天白雲都變成工業區的空氣污染 看起來很像是一些雲朵 其實那個不是雲 是一些排放的一些東西 民國62年 政府在高雄小港的大領埔 設立領海工業區 從此以後 這一帶沿海六里的民眾 就成為發電廠 中鋼 中油和各種工廠的鄰居 他們每天看著煙囪排出廢氣 呼吸的空氣不是帶著酸味 就是充滿湊氣 雖然高中市環保局 根據監測站的數據指出 近年小港區的栗壯物 流氧化物和氮氧化物 並沒有特別的不好 但是居民根本不相信 寧可相信事實上有鬼 也不要相信政府的那張嘴 我們本身我們的身體健康 這些政策戰 比他們政策還標準 為了這裡可能變成石化專區 這讓當地的民眾更加的憂心 雖然經濟部宣布 將在2019年完成千村 不過千村設計的問題複雜 包括土地 房屋分配 補助或補償是不公平 還有社區邻里關係要如何維繫 都是大領埔人高度關心的事情 有地產物的 有資產的 你會賠得更高 建局部 儘管要怎麼賠 才會協調 正宗全村要讓我們政策 大家都團結合 不可以跟我們分化 就對了 讓我們有一個政策 都原本 大領埔爭 起那就是原本 都大領埔爭 鳳林宮有318年的歷史 是大領埔的信仰中心 戲打上正賣力的演出 臭聲細罵 看著熱鬧的廟會 又想到千村的事 這群大領埔人心裡很矛盾 因為沒有人要離開自己的家鄉 可是千村 似乎又是如今 不得不得選擇 我們剛剛看到大領埔 其實大領埔 天生下來就是一個工廠 以前也是曾經是農田 後來有養殖漁業 然後又工廠 那我們剛剛看到很多的這個 污染來源是石化業 我們先來看一個這個資料 是國內的石化產業 它的規模 國內主要的石化廠 有八大聚落 分別分佈在高雄人武 就是人大工業區 然後大社 大發 林圓石化工業區 八大聚落 各鄉就降四個 那接下來看到 雲林賣寮六清工業區 它在雲林 它是規模最大的產值 有1.1到1.2兆 那另外呢 苗栗頭份 桃園歸山跟宜蘭五節 這個規模就都小一點 可是這個石化廠 台灣的石化產業 年產值將近兩兆 佔了全國GDP的13% 就一年GDP的13% 所以它的規模是非常大的 那這樣子的產業 坦白說 我們產業轉型 也不是一天兩天 可以說你要拿就拿 就整個這個產業抽掉 其實不太可能 那在產業轉型的過程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 來監督這些地區 監督這些工廠 讓這個污染的控制 能夠更符合標準 或者是對我們的健康更好 來 敏妮 我想拿了一個看板 拜託攝影大哥 一定要給我們拍一下 現在剛才我們看到 影片裡面講的 就是大林埔的居民 鳳鼻頭居民在控訴的 這個台藥石化或業養 這個就是現在 我們的這個石化廠 它會鑽漏洞 因為呢 按照我們現在的環評的法律裡面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 及範圍的認定標準裡面 有28種工業 它是有一點漏洞可循 包括什麼 包括石化中間原料 包括樹脂 橡膠 然後塑膠 這些製造業 以及人造纖維 這些都是跟石化業有關 這28種工業 如果廠商是在都市土地裡面 只要低於5公頃 免環平 如果是廠商是在這個 選擇的是非都市土地 低於10公頃免環平 這就造就了很多廠商 我再選了一個 只要4.9公頃 你是規模小一點的 它就可以規避環平的機場 那我就不用環平 你怎麼抗議 我就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 現在這個當下 我們應該要很注意這件事 因為過去我們也知道 現在政府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要做 所謂的高質化石化廠 如果這些高質化石化廠 都給你搞一個4 4.5 4.8 這個5公頃以下 石化廠都不用環平 那還得了 那我特別要講 就是今天我們這個 綠語錫的爭議 真的是令人很難過 就是我們其實看到 剛剛是環保局的資料裡面 2013年FTIR裡面的數據 就可以看到 其實林園區 林園有沒有 林園有台灣綠語錫這樣工 台立 也有這個台塑的工廠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 人大石化工業區 那裡一樣有台塑人物廠 大家都知道 那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環保局的 2013年的FTIR的監測資料裡面 林園區的空氣中 跟人大工業區附近空氣中 都有什麼 綠語錫 那所以呢 這個可以看到我們整個 高雄等於是高雄人士 雲林人在受石化業污染的學長學姐 所以我們是不是 讓我們這些學長學姐講個話 拜託我們政府 趕快 石化業要做好政策環評 你接下來台灣要怎麼走 給我們一個說法 台灣真的要繼續在 草說 每一個人都要想說 我的尿鐘多少 一天他有在驗這個嗎 小孩子在學校念書 是來玩這個的嗎 不是 是要讓小孩子在那邊 快樂的學習 然後他們學習以後 去學習怎麼解決未來的問題 不是看大人這樣子搞了這齣戲以後 最後回到原點 不過現在依格雄來說 大領埔的狀況 政府提出來的方案是千村 理長你對千村的看法先做 我看的是千村是一個 其實說他沒有解決 現在就跟人家遷走 這樣沒有影響的健康 就好像解決事情 你配合那個八十來說 發錢 所以說所在不好 所在不好的身材也想要千村 這是大家所想的 大家的願望 但有的是要千村 有的不千村 但個人的觀感不一樣 但我覺得如果要千村 是都跟三個身材就說要千村 就是民意代表講出來的話 為你們當然不千村 所以我自己叫一個煙霧蛋 千村它有很多的問題 你說千村是怎麼說的 事實在上面 我從來講過說千村 事實在沒有千村啊 只有滅村跟毀村而已啦 你如果要千村的話 你就幫我大英國 就做一個造政計畫嘛 對不對 但是到現在目前 我不曉得政府 到底要不要千村 他也沒有實施禁憲嘛 他也沒有中來嘛 沒有跟地方去談過 這些千村的問題嘛 都沒有啊 那又在報紙上 他又一直在說 2019年要千村 他是把那個案 送到中央政府 到那個行政院去 去評估喔 不是說 2019年要吹衝完畢喔 結果大家都誤導了 大家都說要千村啊 所以變成說 那些人說 變成說 那些人說 有兩派人馬嘛 都 有的要千村 有的不千村嘛 因為有的 你知道大部那些地價 現在沒有那個公告低價 乘以4成嘛 這就是依市價嘛 大部那市價 一平都三萬塊啦 三五萬塊啦 外面收港那一平都 一十萬三四十萬啦 你知道他這邊怎麼去買 我們是希望說 如果真的 那個地方不能住 我也希望說 中央政府 或是我們電影政府配合 趕快把這些地方 怎麼去安置 如果沒有辦法安置 你要怎麼去改善 這邊的生活環境 把這些污染源找出來 對不對 污染管制還會 其實是最根本的啦 來 葉醫師 所以我要強調 台化在中央 我們看台化裡面 五公里裡面 現在又中央 在中央 四中央 我們來說 今天台化的燃米電廠 一公里裡面 有八千個師生 兩公里有三十八公里 兩萬三千個師生 我們看五公里裡面 有五萬塊的師生 這要叫這些學生 要去觀察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台化廠 換掉這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看到 最近這些人 就是 都分任這些人 時刻現在在行政院裡面 這裡面 這個環保署長 這已經是民進黨部分區第一名 我們看蘇縣長 以前也認為說 趕快舉政反轉 趕快朝野不分朝野 共同立法 現在這些人 都在立法院 行政部門完全中央執政 地方也是民進黨執政 完全執政 我想應該是很有機會 所以期待 行政府可以用 比較有效果 速度比較快 用 再用 馬靠 馬靠 向武断檢驗 這是軍人版 進行 還沒打學 不 現場 也有 ちょっと 諤 放棄 那 你